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师傅 欢迎收看近击的格林卡 在上一集的视频当中 我们介绍了一下格林卡的握拍方式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格林卡近台反手快拨技术 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练球的视频 从视频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两个运动员动作上面的区别 我们看到格林卡在反手拨球的时候 身体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重心调整 前臂横向发力转动的比较多 而对面的延安我们可以看到 他身体重心的调整是非常明显的 再看一下手上动作的区别 可以看到格林卡反手拨球的时候 前臂横向转动的幅度明显大于延安 这和格林卡的发力方式有很大的关系 格林卡在使用反手技术的时候 腰腿的横向发力比较充分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反手转腰发力的方式 关于转腰和领腰发力的具体区别 我们会在后面的教学视频当中介绍 反手弧圈球是反手拨球技术的放大版 所以我们看到格林卡反手拨球的发力方式和弧圈球是一样的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格林卡的站位 格林卡的双脚站位距离较开 大约是腰宽的1.5倍左右 这是欧洲运动员的普遍的一个特点 站位开的好处能够有效的降低身体的重心 更好的帮助腰部从左向右进行发力 格林卡身高1米68 在欧洲运动员当中算是个子比较矮小的 像奥恰洛夫1米83的个子 那么他双脚站位的距离就更开一些 我们再来看一下格林卡的脚下 可以看到格林卡的双脚的脚掌是呈现出外八字的 我们再看一下延安的脚下站位 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延安的左脚掌是对着正前方的 这种外八字的站位是为了更好的帮助我们身体和腰腿进行横向的发力 相对而言延安的站位也是外八字 只不过没有外八的那么明显 再来看一下他手上的动作 格林卡反手拨球的动作和我们提到的反手横拨是一样的 可以看到当引拍回来的时候 球拍横过来对着左侧方 前臂和大臂乘90度左右 当球弹起后转动前臂向右前方发力 击球过后前臂和手腕成为一条直线 大臂和前臂乘150度左右 我们再注意观察一下大臂和身体之间形成的夹角 可以看到格林卡在反手拨球的时候 他的大臂和身体不是完全固定式的 在发力的过程当中 大臂还有走关节是跟随着前臂的转动发力进行外展的 当引拍回来的时候 大臂和身体之间的夹角差不多在30度左右 在机球挥拍的过程当中 这个夹角在逐渐的变大 所以说当你的乒乓球技术到达一定水准的时候 千万不要把技术动作教条化和固定化 我们在教学视频当中经常给出来一些角度 只是作为一个参考的标准 而不是一个绝对化的标准数值 如果大家都是完全的按照这个数值去练动作的话 那可能打到最后就成为了机器人 所以我们刚开始学习乒乓球技术的时候 有一个参考值来稳定我们的技术框架 一旦你的技术框架有一定的稳定性了以后 逐渐的放松 只要在这个动作框架里面 有一定的变化和调整那都是很正常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在挥拍的过程当中 格林卡的大拇指是如何进行调整的 我们之前讲过格林卡在打球的时候 特别是使用反手技术的时候 它大拇指的调整非常的有特点 不是像我们所想的握拍 手指就一定要固定在哪个位置 这个观点是非常错误的 格林卡的大拇指只有当它进行发力的时候 大拇指才会进行下压前顶 当它机球过后以及引拍还原的时候 大拇指都是处于一个完全自然放松的状态 因为有松才有紧 只有当你放松了以后 才能在发力的时候将力量使用出来 不管是手指上面的用力 还是肌肉的发力 都是一样的道理 只有先放松了 才能把力量集中在一个点上面 这和中华武术当中的太极 还有永春很像 所以大家可以好好观察一下 格林卡在反手拨球的时候 大拇指是如何进行发力的 不管是反手拨球拉球还是正手拉球发力等等 手指的发力都是如此 不是完全握死的 格林卡的反手技术虽然很华丽 但是我不建议初学者一开始就去学习 格林卡这种发力的方式 初学者连拍行都还控制不好的前提下 去大幅度的转动前臂和手腕 会造成机球的不稳定 也很难找到机球的感觉 所以我们在初学的时候先建立手感 我建议大家可以观看一下 全民学乒乓横拍片的第六集 先从推波学起 找到机球的感觉 控制好手腕和走关节的稳定 找到感觉以后 逐渐的放松 开始学习横拨技术 提高机球的质量 最后我们来欣赏一下 格林卡在赛场上 那舞蹈般华丽的动作 打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